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是日版這個月六星的小雪 常駐角色 後衛妨礙 1技能對第二進的敵人造成中幅度魔法傷害 並使其進入黑暗跟誘惑狀態 2技能使我方TP最高的角色 中幅度恢復TP EX技能開戰時提升自身魔攻跟武防 最後是六星後的UB 對全體敵人造成中幅度傷害 此傷害會看敵人物防跟魔防哪邊比較低來造成相應的傷害 物防低就造成物理傷害 魔防低就造成魔法傷害 受到傷害的目標 中幅度降低物防 持續18秒 受到傷害的目標還會被魅惑 持續4秒 小雪的技能施放順序 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看完技能 先簡單講一下這位角色為什麼今天才介紹 第一個原因 我日版做出六星小雪時 台版已經開離地下城了 地下城還沒結束 戰隊戰模擬戰就開打了 前面再忙這些影片有影響到一些 第二個原因是這個角色目前還在探索他的用法 前幾天就想說再多觀望幾天 會不會有什麼新發現 如果角色剛入手沒多久就有找到用法 就會比較早介紹 如果找不到用法的話 有時候就會多拖幾天 逃避現實 六星大雪我覺得比較尷尬的點在於 他六星之後UB破防能力增加又多了魅惑效果 不過UB必須要造成傷害才會有破防跟魅惑效果 雖然UB可以看對面物防低還是魔防低來造成相應的傷害 問題是大部分情況下應該還是造成魔法傷害 而他本人只會破物防 不會破魔防 那這樣到底是要給物理隊用還是給魔法隊用呢? 給物理隊用吧 對面如果有會加魔防跟開魔法盾的 那小雪UB打不穿就沒有破防跟魅惑效果 五星還是六星用起來就差不多 給魔法隊用嘛 如果有人能破魔防 那小雪UB就比較能發揮效果 問題是在魔法隊裡那個破物防就沒什麼卵用了 我是覺得小雪六星如果會破魔法防禦 會比只破物理防禦實用一點 接著來看實戰 首先給各位看一下我目前1V1最常用的進攻隊伍好了 現在畫面上這隊酒鬼中二泳裝咲戀的進攻隊伍就是我 1V1目前的主力隊伍 前兩位角色可以看情況做更改 反正要想辦法中斷對面酒鬼補TP 然後這隊的概念簡單來說就是 沒有什麼角色是中二一發UB解決不掉的 如果有 那就兩發 這隊中二開場會放兩次UB毀滅世界 被放兩次UB還能活下來的角色 少之又少 然後在部分情況下 泳裝咲戀換成六星血也可以贏 只是會從一動後兩發UB 退化成一動後第一次UB 然後第二動後才第二次UB 差蠻多的 有時候一發UB完對面就補起來或是放UB反殺了 所以泳裝咲戀換小雪 在1V基本上就是弱化版本 沒有任何卵用 唯一有用的可能是3V3盲打 3V3不太可能一隊裡同時放酒鬼跟泳裝咲戀 把泳裝咲戀換成小雪可以省下泳裝咲戀去組別隊 接著聊一下雙俠隊 隊伍組成 霞 魔法 霞 艾米絲 花靈 大江護雪 這隊是主流進攻隊伍之一 不過我比較少用 跟這隊不熟 沒有辦法看到一個防守隊伍就能瞬間判斷出雙俠隊能不能打贏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哪邊說錯的 各位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補充 大江護雪我的理解是 他UB會破防 加上會補血加速補TP 跟雙俠隊還蠻搭的 不過這隊有個缺點就是沒有一個輸出比較痛的角色 遇到太烏龜的烏龜防守隊會打不贏 試了一下用大江護雪打不贏的烏龜防守隊 有六星雪也打不贏 試來試去也沒發現什麼用大江護雪打不贏的隊伍 用六星雪就打得贏的 硬要說的話 有一隊啦 現在畫面上這隊一動防守隊 立馬拉拉隊初音泳裝咲戀新年凡奇 演員美笑 是個有點針對雙俠隊的防守隊 如果沒有放演員美笑的話 那拉拉隊初音跟新年凡奇一動扁完人之後就會被俠捆綁 然後雙俠隊的大江護雪 第三動是補血 會把隊友補滿 一動防守隊就沒戲唱了 不過因為放了演員美笑 就不會被俠捆綁 一動結束之後直接UB可以收掉雙俠隊的角色 而這隊大江護雪換六星雪有機率打贏這隊 六星雪開場一技傷害打泳裝咲戀有爆的話可以魅惑 阻止泳裝咲戀開場補TP 對面放不出UB就會贏了 不過 六星雪爆擊率只有大概40%勝率感人 而目前競技場物理隊除了部位以外 好像也沒有什麼比較常用來別人的物理角色 暫時想不到六星雪可以搭配什麼物理隊難用 看看紡希六星之後這兩位搭不搭吧 防守方面 我群組是有些人放六星雪 只是都隨便打 隨便過 目前還沒遇到什麼不好解的六星雪隊 他沒有讓我交學費 也沒有帶給我什麼深刻的印象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角色 總之到目前為止我對六星雪的印象就是 很微妙的一個六星角色 強度很普通 不過 有些競技場角色我也是大概用了兩個月左右 才能找到使用方式並且改變我的觀念 有的競技場角色日版剛出時我也覺得很沒用 結果四個月後台版介紹時評價就變了 至於六星雪有沒有辦法在後續改變我的觀念 就之後再說吧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